那我們以前很常在臉書吵政治 因為我自從公開之後 他常常會說 你們沒有必要罵柯文哲 他就是比較務實等等的 那一直到柯文哲第二任市長 剛當選沒多久 他就私訊我 吳欣戴爾我發現你是對的 柯文哲就是要賣台灣 大家好我是吳欣戴醫師 那有看前面幾支影片的人 應該都知道 我是外省家庭的小孩出生的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一個 常常會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外省人為什麼會加入台獨政黨 那我之前在前幾集有講過 我一開始關心政治 是在罷韓的活動才開始接觸 也才知道台灣基金這個政黨 那那個時候看到有一個 穿著磚紅色背心的團體 在擺那個連署攤 然後在簽罷韓連署 我就關心到這個政黨 發現他們關心的議題是這個樣子 那韓國瑜那個時候應該是 挑起了很多像我這種 外省第三代人的敏感神經 跟政治投入 因為他整體的形象 是一個很明確的 要走外省路線的形象 那很有趣的是 我其實在生小孩跟買房子之前 因為工作很忙 其實完全沒有關心過政治 我有曾經想過 就算真的統一了 那以我當醫生的工作 那我或許就是不要亂講話 不要亂批評政府 那我說不定薪水 生活還是可以過得很穩定 就是沒那麼自由而已 可是在生小孩買房子 決定久居在高雄之後 其實那個觀念是整個改變的 那改變一個很大的因素 其實是反送中 你就看到很多反送中 相關的新聞畫面 竟然是演員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自己的小孩子 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 都沒有辦法去保護 那關於台灣獨立的意識 其實我覺得 某部分跟我性別啟發是有關的 身為外科的女醫師 在外科的領域 女生真的是很少數 所以有一個很有名的名詞 叫做impostor syndrome 就是冒牌者症候群 那因為外科女醫師進入到行業之後 他周圍沒有很多的女醫師的榜樣 我常常就會自我懷疑說 我跟周圍這些很成功 我覺得很佩服的醫師 從性別 從各個面向來說 其實都是非常不同的 那我是不是有辦法做到 像他們做到的這些事情 不過隨著從業的這幾年 在不斷的驗證之下 我發現 其實我的能力是很夠的 那我就會慢慢改善自己的這樣的想法 治療自己的冒牌者症候群 可是換到台灣人的國族醫師 我覺得是有點同樣的情形 為什麼我們面臨到外國人 講英文 講不好的時候會自卑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心態 所以我們族群常常發生一些荒謬的事情 比方說 有些台灣人在外國從事詐騙集團 他被捕之後 這些台灣人明明犯罪要送回台灣審判 結果他卻被送去中國審判 有一些台灣人竟然覺得這個是對的 這另外一個舉例 比方說林書豪 林書豪當初那個Linsanity很紅 就是很多人都說 哇林書豪真的是台灣之光 那他其實明明就是美國人 所以那個時候他在美國人BA 現在表現得很好 然後把他當成台灣之光 然後台灣人好像跟著沾光的那個心情 然後一直到過了十幾年之後 林書豪現在在中國發展 台灣人的感受 我相信對於很多人的國族認同 會是有點接不起來的 因為我的家庭是非常純的外省第三代 而且我的就是親戚大部分都是軍公教 就是老師啊這些的 那我自己的奶奶是國民黨以前就是有參選過黨代表 但是沒有選上 不過因為他們都經歷過這個國民黨式的選舉 所以他們覺得選舉很可怕 其實我爸媽是不知道台灣基金是什麼政黨 我入黨之後啊 我媽還很困惑的問我說 你不是很討厭柯文哲嗎 你為什麼要入黨 他們其實是把台灣基金跟台灣民眾黨搞混的 那不過至少後來我就是跟我爸媽有取得政治上面的一個共識 就是我們談論到政治就是我們都很討厭柯文哲 所以我們一起罵就可以了 2020那一次參選之前啊 我跟我媽媽常常在臉書上面 我常常會發表一些政治相關的言論 所以後來我還被我媽媽封鎖臉書 然後有一陣子他就是氣消了之後 他就跑來跟我說 說啊好啦 那以後見面的時候我們不要聊政治就好了 所以他的這一句企劃 以後就變成我的免費金牌 就是後來不管是我要參選 或是我考慮參選 還是要做什麼政治相關的東西 我都沒有跟他們講 因為他們說不要聊嘛 所以我就是聽他們的話 就沒有寶貝這樣 其實我在第一次跟我媽媽說 我要參選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那個畫面超戲劇性的 就是因為我是衛福部的公費醫師嘛 然後我那次有點類似是得了一個 全國的那種新人獎的感覺 去參加頒獎典禮 然後我爸媽就陪著我一起去 頒完獎之後我就在衛福部門口 然後我跟他們說 我接下來可能要參選啊 結果我媽媽就很生氣 就開始在衛福部門口一直碎碎唸唸我 我說不好好工作搞這些有的沒的 搞一搞我爸就一直沒有搞清楚狀況 然後一直到最後他還問我說 所以你不是討厭柯文哲嗎 那你為什麼要代表柯文哲參選 我才知道說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搞清楚 台灣激進跟台灣民眾黨是不同的政黨 這件事情 關係改善第一個最感謝的當然就是因為 小孩不可能不跟阿公阿嬤聯繫嘛 有時候我可能感覺到媽媽有點不開心 我就一直狂send那個小朋友的照片跟影片 然後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啊 我是我們這一輩裡面的老妖 其實一路到就算我現在已經變成醫生了 爸媽其實都還是把我當成小孩子 像我一開始成立全國醫師醫療產業工會 那明明這個是一件對的事情 但是我媽看到之後完全沒有誇獎我 她就回了一個嗨 我過年的時候就有點小叛逆 我就用那個蔡英文總統局 發給我們的紅包袋 就是包壓最前給她 然後他們就是也是瞪我一下 就還是欣然的接受 無論有什麼不同的理念 我們都還是一家人 這個心情比較重要 坦白說還真的沒有耶 雖然大家會覺得說 台灣激進是一個本土台獨的政黨 但是其實我在加入這個政黨 參與很多活動啊 然後討論政策跟大家相處之後 我感覺到激進並不是像 每個人想像這麼陽剛 台語然後本省這種衝突那種感覺 特別是像我們的黨主席陳奕琪 他其實在澳門工作過 所以他其實中國人的朋友也還不少 那我真的感覺到有文化衝擊 就是會被一直跳出來說 哇外省人 我是外省人我跟大家不一樣 的這個感覺 反而是30歲之後 我從桃園搬來高雄 然後發現高雄 到中南部之後 真的會比較常感受到 大家聊天會說 啊你們外省人都怎麼樣 啊你們外省人是這樣的 不是那樣的 之類的言論 關於外省人我其實有一件事情想說 就是我之前在閱讀漢納爾蘭他 這個本書平庸的邪惡嘛 那當然狀況不太一樣 可是他在裡面觀點啊有提到一件事是說 猶太人算在歐洲的各國都 比方說政治經濟 商業等等的表現是很好的 可是他們因為第一個他們是唯一一個沒有自己國土的民族 所以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跟族群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跟見解 所以當納粹攻擊他們的時候啊他們其實會受到一個非常快速的打擊 當然外省人並不是猶太人這樣子的角色 遠遠不是啦 可是我會很希望的是 外省人這個詞可以重新定義 我們用中意台灣人 那擺脫掉以前舊有的那種刻板印象 然後讓大眾了解到說 以中意台灣人的角度 為什麼會支持台灣正常健康的主權化國家 本省外省這個省級情節儘管我們嘴巴不說 但他還是一直停留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只是他會隨著時代去做演變 然後轉換成不同的表達 符號跟象徵 比方說我們更久以前啊 看台灣國語 黑社會 台客 可能會把他用跟本省人的負面形象去做掛鉤 現在年輕人還會用 百家中啊 陣頭小孩這些來去跟本省人做連結 可是我覺得省級情節 我們不能否認它的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要一直說出來 然後一直不斷的重新去定義這些東西 而不是假裝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覺得我其實不需要很強烈的推銷 你假如要好好的去看他的論述 你其實會很自然而然的支持他 因為他是一個 不管政治情勢如何改變 不管現在順風逆風是怎麼樣的狀況 他的論述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有閱讀能力的人 你看得進去台灣激進的這些論述 你就一定會支持他的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很有趣 自許為知識欄的大學同學 那我們以前很常在臉書吵政治 因為我自從公開之後 他常常會說你們沒有必要罵柯文哲 他就是比較務實等等的 那一直到柯文哲第二任 市長剛當學沒多久 他就私訊我 我發現你是對的 柯文哲就是要賣台灣 他私訊我的那一刻 我看到我就覺得 不亡我 花費了這麼多 就是不免的晚上跟你討論 對 那他以前還會幫柯文哲辯論嘛 他是這權宜性的策略啊 沒有意識形態 他就是務實 但他現在徹頭徹尾的發現 你回頭看這幾年的發生的事情 柯文哲就是在親中 然後為了賣台 為了中國的一些資金啊 跟選票的考量 是要把台灣的一些利益去出賣的 你也像我一樣 是一個支持台灣獨立的外省人嗎 那你怎麼看我把外省人 改成中意台灣人這個名詞呢 歡迎在下面告訴我你的想法 跟分享你的故事喔 大家再見